嗨小伴们,大家好呀,我是小公公 今天5月27号了,多云的一天 今天我要来发很多品种的叶片 因为小公公头条上面的粉丝已经到2万了 小公公又要来做粉丝福利活动啦 这里放一挂鞭炮吧 这次我依然给大家准备的叶片包 如果要选择橙珠的多肉也可以啊 目前有沉梦怒,有冰月 看你们的天气情况 如果你选橙珠的话,一定要看你的温度 叶片包在小伙伴们得知自己种酱了以后 可以把地址赶进给我 然后我就可以寄出来了 这些都是我已经控水了好几天了 因为要扒叶片嘛 我都放在玻璃棚下面 没有给他们浇水的 然后这几天再晾一下 因为我们抽奖是三天以后嘛 差不多在我这里,他们已经经受住考验了 好,今天我们就来扒这些叶片 这一次准备的品种挺多的 因为毕竟是2万粉丝的福利 这一棵芭蓝舞者是我叶叉出来一年多的了 现在他们应该是特别的有活力 而且我特别安逆这个品种给你们 首先它的叶叉成功率非常高 当初我从妈妈身上扒下来的几片叶子全部都成功了 其次我发现它出状态非常的好看 你们看它这个皱褶的花边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这段时间阳光不是很好 如果阳光很好的情况下 它会变成那种紫色 淡淡的紫色 荧光紫 可好看了 你看我控水控的好惨啊 这个我就留给自己夜叉 给你们的都是这种健康的 健壮的 生长点必须得是完整的 哇 这个控的是有点惨了一点啊 但是这样更安全一些 这种它们也会生根发芽的 我单独拿一个盘子 把每一个品种都装在不同的盘子里面 到时候给大家配叶片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方便 这一片留给我自己夜叉 你看它这个控了以后 这个叶片特别的好花 轻轻的一搭就下来了 这些都非常的健壮 现在小伙伴们的天气怎么样啊 应该还是很适合叶叉的吧 叶片收到以后 小伙伴们可以放在家里面啊 阴凉通风的地方 很多小伙伴家里都有空调的 这一棵我们就扒这么多吧 哇 它这里面都长了好多那个毛细根出来啊 哇 猪形虽然有点散 但是长一长就好了 再来这一棵 这一棵叫唇碍 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分享出来 给大家夜叉 我发现唇碍出状态是这个样子嘛 小伙伴们你们看 它这玻璃心 哦 这边这个要偏白一些 还挺好看的啊 唇碍这个品种 它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不会再有别的颜色了嘛 你们登养 唇碍这个品种的小伙伴们 你们的唇碍出状态是啥样啊 垃圾垃圾杯 我露氧的话就是这个状态了 而且我还不敢放在太阳下全露氧 都是放在那个玻璃棚下面 隔着玻璃晒的 我先把这个枯叶扒一下啊 好了 唇碍我要准备扒你了 你合作一下好不好 小伙伴想让你 到我的粉丝小伙伴家里面去做做客 我们先从这一片开始 这片是最下沉的 哇 好轻松啊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完整的生长点 这么健壮的叶片 一定会成功的 下面还有枯叶呢 再来 这一片是最下沉的了 哇 轻轻的一巴就下来了 给力 哎呀 崇爱你合作太好了 哇 又成功了 相当的给力啊 成功 再来扒一下这一边的 温柔一定要 成功 又成功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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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也扒一下 成功 成功 哇 崇爱真的谢谢你 你真的太给力了 崇爱心里面想 我就不想在你们家待了 我赶紧分一点这些 我的叶片 到那些灯养的小伙伴家里 或者是条件更好的 你这里日晒雨淋的 都不能展现我的美貌 是不是呀 崇爱 嗯 哇 这颗崇爱现在越来越美了 好了 就这样吧 你继续 继续长叶层啊 崇爱 要不要给它放一点控制肥 给它静静盆啊 小伙伴们 我崇爱扒了这么多叶片呢 再来这一颗冰破 这一颗冰破是当初阿蓬很正经投胃的 嗯 崇妈妈身上扒下来的叶片 叶叉成功的 其实冰破这个品种叶叉成功率还挺高 只是我这边嗯 小公公是纯怒养啊 冰破的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冰破的基因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真的非常希望分享到 这一批叶片的小伙伴们 到时候你们反馈一下 崇爱呀冰破呀 在你们那里 嗯 生长的一个情况 知道它们原来 可以出这么美的状态 好 我看看冰破你可以合作一下吗 冰破 把那个 叶片再给它撸掉一下 这个枯叶 好 这一片应该 哎呦 这一片才是最下沉的呀 那我先搞这一遍吧 这一棵应该是最下沉的 来 合作一下冰破 给个面子好不好 哎呀 冰破也是非常给面子的呀 天呐 天呐 今天这个肉肉真的好合作呀 哎呀 不错不错 棒棒的 最下沉是这一片叶子 但是它那个 种的好 土壤下沉有点低 我的手还不好伸进去呢 我用叶子来辅助一下啊 也许这一片叶子可能会牺牲掉 如果没有牺牲掉的话 如果没有牺牲掉的话 我自己留着叶叉 哎呀好像真不行 它这个太太深了 我看看 果然不行 哎呦哎 这就是种的太低了以后的弊端啊 它的生长点还在那上面 我先扒扒这边的吧 哎呀成功 成功 我真的好给你呀 冰破 成功 成功 有点伤个杆子了 这一棵冰破以后就专门拿来 大叶片叶叉吧 成功 成功 这一片 我留着自己用 放在一边 成功啊 胖乎乎的这个冰破 成功 都给人家扒的伞了 猪型伞了 好 可以了可以了 就这样吧 哇本来刚才挺 挺漂亮的一颗双头的冰破 被我扒成这个样子了 好小伙伴们 一片我就已经配好了 这次我总共准备了18个品种 因为这是2万粉丝福利嘛 嗯这里面除了15号玛瑙 我没有尝试过叶叉 其他的我都尝试过 而且叶叉成功率都还是挺高的 我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品种啊 1号 成梦弩 2号冰玉 3号斗流寺 4号雪梅良 5号淳爱 6号芭蕾舞者 7号冰破 8号红酒 9号是金红仙子 10号小透明 11号 这是我们的路径 一个是枝干翻信 若神现在夜叉可能风险稍微大一点 我担心的就是叶片化水啊 因为它叶片里面的含水量比较高 这就是小公公为大家准备的 两万粉丝福利的叶片包 承蒙怒两片都会拿生根发芽的 然后没凉的话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片是生根发芽的 其他的都是没有生根发芽的 希望喜欢多肉喜欢多肉叶叉的小伙伴们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些品种的叶叉 我来说一下我们的抽奖规则吧 如果要参加这一次的叶片抽奖的话 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关注小公公哦 其次记得这个视频要玩播留言点赞 转发转发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小公公抽奖的时候 主要就是看你转发了没有 西瓜上转发的小伙伴 记得在每一条的留言后面一定要写上 西瓜已转发 因为到时候我抽奖的时候 是在头条上面抽奖 今天是27号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